长长的 长长的等待 等不到你爱的开口 苦苦的 苦苦的寻找 找不到你心的渡口 很多人觉得刘凯威与杨幂离婚 与夜光剧本事件有关系 两个人还没有离婚时 刘凯威就被拍到与王欧共处一室 面对这些绯闻 刘凯威称只是与对方探讨剧本 但外界并不买账 果不其然 夜光剧本事件过后没多久 刘凯威就与杨幂宣布离婚了 离婚后杨幂的事业 迎来更好的发展 对比杨幂的发展 刘凯威就很少有消息传出了 这么长时间过去 刘凯威现正如何 离婚后 刘凯威就很少出现在大众视线中了 偶尔被拍 也是送女儿上下雪 看来刘凯威将重心放在了生活上 与杨幂离婚后 刘凯威还曾与其他人传出绯闻 但都没有下文了 请问世界有你有我 这里是螃蟹娱乐 舍不得放弃 舍不得放弃 又不能拥有 心推荐 苦苦 增斗 你的眼为看透 你的心为彩头 却已爱上了你给的温柔 却已爱上了你给的温柔 她是中国影视男演员 同时也是歌手和电视剧制片人 自从1994年进入TVB后 就正式出道进入演艺圈发展 1997年推出首张国语专辑 《拉拉拉我爱你》 在乐坛里展露头角 1999年出演生战剧《创世纪》 在影视圈里同样颇手关注 2005年将事业重心转向中国内地 被更多国人认识 虽说刘凯威是乐坛和演艺圈双管齐下 不论在乐坛还是影视圈里都小有造语 但自从将工作重心放到中国内地 并且还成立个人工作室后 就将重心放在影视圈方面 刘凯威出道至今已有多年时间 如今在演艺圈里发展得还算不错 至今已出演过多部影视剧 都是很不错的影视作品 演技实力备受赞誉 我们应该要怎样拥抱 才不会痛到相逃 爱情是美好的事 能不能再试一次 把伤人的刺度收好 换温柔的笑 2012年杨幂在横店拍戏 遇到了泰迪姐妹团的成员秦兰 恰巧的是两人住同一家酒店 然后就约好拍完戏一起干饭 当时刘凯威在大糖女将樊麟花中 与秦兰有合作 奔着多个朋友多条路的想法 她也跟着去了 然而缘分就是如此巧合 初见杨幂后 刘凯威一见钟情 秦兰通过一些小细节也没有发觉 但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杨幂也没有表现出这方面的欲望 秦兰自然而然任其发展了 俗话说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识 对杨幂动心后 刘凯威很快迎来了机会 拍完《大糖女将樊麟花》后 她接到了电视剧《如意的邀约》 而女一号正是杨幂 不得不感慨 《明依中自有天命》 爱如上 谁能飞越这天涯 爱过恨过 等过她 转过身 2011年8月份 杨幂澄清飞闻 暗示自己不会和刘凯威在一起 10月份面对媒体的采访 她还说 网上传的都是假的 真正的恋情不是这样 想必这个时候 已经达到了朋友超标恋人未满的程度 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 恐怕有点不理解 刘凯威显然就是一个情场老手 直到这个时候不能谢劲 于是10月份参加快乐大本营时 还和杨幂连线 邀请杨幂单独旅游 更甩下戏重要还是我重要作为要挟 杨幂当时无奈地承认 刘凯威是真命天子人选 逼迫杨幂表态后 刘凯威更是毫不掩饰自己的爱 公开说不介意和杨幂传绯闻 2012年1月8日 两人终于修成正果 在社交媒体上官宣在一起 随后的事情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舍不得放弃又不能拥有 心推荐苦苦争斗 你的眼为看透 你的心为彩头 却已爱上了你给的温柔 却已爱上了你给的温柔 这对爱情终于走过了六年时间 有了爱情结晶小糯米 尽管两人分手 毕竟美好的时光 还是有好几年的经历 从实际的婚姻生活中不难看出 杨幂确实爱过刘凯威 否则的话也不会与她结婚 许多网友对刘凯威不接受 其实是对刘凯威的不了解 如果真正了解了刘凯威 就不觉得刘凯威配不上杨幂 其实刘凯威在娱乐圈 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演员 她还有另一种身份 而且身份并不比杨幂低 刘凯威曾经参加过 加拿大华人歌唱比赛 并一举夺得冠军 于是也有机会进入了TVB 演员学习训练班 从此也就正式踏入了演艺圈 看来刘凯威是一名著名的歌手 而且是拿过冠军的歌手 就凭这一点 一般人是不具备的 人当真敌人老 谁知道刺猬都怎样拥抱 才不会痛到放掉 我的自尊和你的骄傲 能不能和好 我们应该要怎样拥抱 才不会痛到相逃 爱情是美好的事 能不能再试一次 把伤人的刺痛守候 换温柔的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煜VA !!! 2 1